郭文貴議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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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不選黨主席連任的時候 就已經做了決定 不參選 從來我就一直希望 打民眾告訴我民意的期待 在我沒有當黨主席後 我還是非常認真的到處復選 包括九合一的選區 包括這一次的 我以後也一樣是這樣 當黨完成了提名的機制 產生了候選人以後 我也期盼民進黨 能夠選黨團結一致 能夠好好的贏得2016年